一个左正灯 一个右边停 哎呀终于打掉了 哎呀真的吗 这玩意儿太硬了吧 啊 二阶段 不是 刚刚 我才打掉一阶段 What the fuck 永世文 今天玩一下前段时间 新上的一个魂类游戏啊 所谓魂类魂系游戏 不解释那么多 但是有一点需要知道 就是两个字 折磨 对于我而言是真的折磨 好家伙就一个小怪 我重生了九次才过去 你能信 当我竟然这么猜 为啥还来玩了呢 因为这次的游戏背景 是发生在咱们自己的土地上 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 没错 依然还是那个 咱们自己挣不住好活 天天让别人赚钱的历史题材 我们作为义勇军 出现在一座被黄金军侵害的村庄中 以张角为首的黄金军 得利于神秘的邪下倒数 接戈而起 危害四方 但至于这邪下倒数 还得追溯到几百年前 秦王嬴政的密长生之路 仙家丹药一直都是 古代帝王所渴求的 然而这禁忌之药 对于凡世间而言 只会带来无尽的灾祸 以至于秦王之后的 每一场争斗 都有丹药在其中作祟 直到如今 连大汉王朝也在丹药的阴霾之下 逐渐衰败 但是就在此时 万中无一的熊大胆来了 有主角光环了 我们面对小兵就 被一击干掉了 游戏的战斗系统 还是稍微有一点难点的 如果以为对面是小兵 就可以无脑割草的话 那可以说是连这个新手村 都走不出去的 但是说难也不是太难 只要理解好 还是可以很简单的 无伤过关的 玩过只狼一类的游戏的玩家 看到这里应该觉得 很小儿科对吧 我们现在需要逃出村庄 但是继续往前走 发现路被堵上了 所以我们只能改走 别的路线 路上发现整座村庄 包括老弱妇孺 全都被黄金军屠杀殆尽 真是一群丧心病狂的家伙呀 村民的装备 只能我先拿着了 对忘了说游戏名字了 游戏叫做 卧龙苍天陨落 在steam售价298元 贼拉老贵了 大家想玩的话 还是建议走 XGP订阅 新用户首页花几块钱 开个港幅XGP会员 包括卧龙在内 还有原子之心 极限竞速 低频剑5 天下第一的JRPG 女神 伊文路5 皇家版都可以玩到 以及将来会上线的 动物派对啊 空洞骑士 四十哥 星空等等 一大堆大作 都是可以随便玩的 而且是PC端 主机端都可以玩 相比于steam还是相很多的 并且推荐大家去港幅订阅 下载速度快还自带中文 回到游戏内容本身 继续往后走 有一条被箱子挡住的小路 深入小路竟然发现 有一只老虎正在啃食村民 带妖孽 看我 会 啊 我 直接就没了 我大意了啊 此时我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重生之后 我甚至还带有一丝丝的愤怒 想着定要将那妖孽 扒皮抽鸡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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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总是这样充满着变数 哎呦我去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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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哎呦我去 那怎么还连的 哎呀 我去 这么难躲 不过呢 我也是逐渐找到了解决办法 并且在一旁村民的小屋里 还发现了好装备 这还有个小老头在这瑟瑟发抖 下了屁股直甩 这可还行 那我找到的过关方法是啥呢 刚刚拿装备的小屋 是可以登上屋顶的 我们从固定一跃而下可以开自己来一记重创打掉半管鞋 然后 啊赶紧跑 哈哈哎 我打他一大刀 然后让队友在底下跟他打 哎 我就看戏 真好 真好 哎 他被烧死了可还行 哎 他被烧死了 然后被这个小哥一刀手刃解决了 哈 哈哈 这又打完了这叫 这太有节目效果了吧 终于是把仓虎打掉了 我们也是来到了接下来的一个存档点 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加加点升级一下 这里的设定也是有点意思的 你看金木水火土五行 这里分别叫做木得火得土得啥的 我们可以分别加点提升各种属性 有点像修仙小说里的五属性灵根的感觉了 这里正想着像修仙道法 接下来还真有仙法倒数 这里叫做奇术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五行加点 来学习对应的奇术 一个小火球飞出去了 然后咱们还有一个落雷 丢雷狼猛 这样的是吧 终于来到boss关卡前了 这是那个张良 我震你 哎呀怎么还连着呀 我不是已经震了你吗 好对忘了接上了 我刻别要先 震 屁 屁 中击 怪你精归跳了 我还有这个奇术 下个护甲 落雷 哎呀 只是我还觉得 也不过如此嘛 只要摸清了对方的节奏 还是可以轻松取胜的 但是事实上呢 诶 要被护死 诶你呆 这么难吗 much much later 我操 我操这个大风车 就这样 也就过了几十分钟吧 我终于还是摸清楚了他们节奏 绝不摊斗 接 画 发 接 画 发 这样的是吧 我笑笑 提 一个左正灯 一个右边提示 哎呀终于打掉了 哎呀这玩意太硬了啊 啊 二阶段 不是 刚刚 我才打掉一阶段 What the fuck 张良吞下了一颗不知名的弹药 接着身体就发生了一变 变成了一只外貌正名的怪物 随之而变得还有他的招数和能力 但是没有怪 Store Eden暴露 我们摸清了他的节奏 相信还是可以轻松解决的 接 画 发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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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这都是啊 而且更难受的是 我被他二阶段打败之后 我复活了 还得重新从他的一阶段打起 2000 years later 接 哇 还很简单的啊 咱们全程架起 防御姿态 他的一些小招数 基本上是破不了咱们的防的 我们需要的就是抓住机会 揭画他的攻击就行了 多化解几次 他的红点大招 他差不多就残血了 你看我们现在把他打掉快三分之二的血量了 但其实呢 这个时候已经可以触发剧情结束了 但是我当时已经揭画发 揭画发 进入了一个忘我的状态 好家伙 然后我就这样硬把他给打掉了 好 进入了剧情 从我们的胸前窜出一条金龙 哦 哎 就把张良给干掉了 但就在此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老道 这个老头已经盯上我们很久了 似乎背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天亮了 同时经过刚刚的大战呢 我们也获得了一身新的装备 哇这套装备帅的呀 你们看你们看 拿大刀的话感觉 啊更符合我这个装束 啊真正的战斗 现在才刚刚开始 东汉末年正邪混战 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出现了很多 未知的力量和奇怪的家伙 当然也还有我们熟悉的角色 你比如看这里一川伯小将 不愧伯家伯乔做起 布鲁马收拾亮银枪 十乃一元勇将啊 这勇将我们也很熟悉 没错 这是那长山线 姓赵鸣云自子龙的长省将军 这和赵鱼一起并肩作战呢 那后面是不是还可以 关公面前耍大刀 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咱们今天就先玩到这了 大家如果想玩的话 还是推荐去XGP上面体验一下 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还很杀时间 要是300块直接买了 玩的不喜欢还退不了款 几块钱开个港服XGP会员 玩玩不喜欢的话 还能继续玩其他主流大作 OK天天熊是玩 试玩启发小游戏 今天总算是玩 一把正儿八经的大作了 那么我是这位小熊 感谢观看别忘点赞 记得下期来看 拜拜